- 阿彩姊姊你開麥? - 正好到我了 - 正好到你了 - 阿彩姊姊你好 - 阿彩幾歲哪裡人? - 那個23歲了 - 大連人 - 23歲 - 大連的妹子 - 大連的妹子 - 我是山東人 - 我自己山東 - 在重慶的 - 山東 - 山東大連不是要隔個海嗎? - 大連都是闖關東啊 - 山東人過去的 - 好好 - 那你們也算半個老鄉了 - 好老鄉見老鄉 - 兩點就淚汪汪 - 來 - 阿彩姊姊 - 妳想要有什麼問題 - 想要問鄧副主任的 - 那個鄧主任 - 其實剛才那個就是 - 我不是兩次 - 然後都沒有上來 - 都沒有說嗎 - 就是我去補了一下 - 就是去搜了一下 - 你之前的 - 就是在其他節目上的言論 - 我覺得 - 就是本 - 本質 - 或者說是 - 您的內心 - 還是想兩岸比較好的 - 但是就剛剛那些對話來說 - 我真的有點聽不下去了 - 我 - 然後終於到我了嘛 - 然後我也是真的有點聽不下去了 - 就是 - 我不懂為什麼國民黨總是把一切 - 問題 - 不管是自己的問題 - 別人的問題 - 還是其他的什麼問題 - 全都要退給民主和民眾 - 要回答嗎 - 就是像國民黨 - 像您 - 我知道 - 我知道您可能沒有辦法去一些東西 - 去做主也好 - 去怎麼樣也好 - 但是 - 以就是 - 國民黨這麼多的政客 - 然後的 - 在一些公開場合的這些言論來說 - 我所能看到的就是 - 國民黨從來不正面回答任何實質問題 - 永遠只回答擦邊球太極拳 - 然後的話 - 如果要是自己出了什麼問題 - 就把這個東西推給民主 - 然後而不去自己負責任 - 或者是說這個東西是民眾的選擇 - 和我沒有關係 - 覺得這樣的話 - 是一個好的政府 - 或者說一個好的政黨 - 應該進行的那個什麼嗎 - 就是應該 - 應該做的事嗎 - 如果這樣的話 - 那麼國民黨存在的必要性是什麼 - 是 - 如果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問題 - 那麼 - 對 - 那你存在的必要性是什麼 - 第一個先謝謝你搜尋我寫的文章 - 所以這個文章是屬於我個人的專業 - 還有我個人的理念 - 所以我可以大膽的說 -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主張很多東西 - 可是當你獲得執政權變成執政黨了之後 - 你要推行國家的政府的政策的時候 - 那你在那個位置上你就有你的權責 - 你就必須要依法行政 - 我在想講 - 那等到這個選舉你失敗了 - 你離開了 - 你又沒有這個權責 - 你又沒辦法去做一些事情 - 就像我 - 這個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- 我在海基會 - 擔任經貿處的副處長 - 那我的權責就是負責推動兩岸的 - 經貿問題的協商交流跟服務 - 我有這個權責 - 我有這個權限 - 我有這個預算 - 我每年有1300萬台幣左右的經費 - 讓我來照顧台商 - 讓我來照顧兩岸的同胞 - 等到民進黨當政的時候 - 我們就離職了 - 我們就沒有這個權責了 - 所以很多事情我也沒辦法做了 - 這個就是所謂的民主 - 這個我必須要告訴您的 - 那至於離開了崗位之後 - 我還是照常寫文章 - 我還是發表我的理念 - 我還是把我的想法講出來 - 我還是有我的道德良知在 - 這個是個人專業 - 這個可以持續做的 -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- 所以有時候我跟您講 - 國民黨說把這個推給民主 - 事實上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- 在2000年我們選敗了之後 - 我們依照選舉的結果 - 我們乖乖的把政權交出去 - 我們都失業了你知道嗎 - 那16年民進黨又當政了 - 我也跟你報告 - 我們也都失業了 - 我們下台了之後 - 我們就乖乖做我們的老百姓 - 我們是被人民趕下台了 - 我們必須承認這個結果 - 我們要痛定思痛 - 要徹底反省 - 將來我們還是要再繼續贏得 - 民眾的支持 - 我們只有重新贏回人民的信任支持 - 我們重新執政之後 - 我們才能夠推動我們在在野的時候的 - 一些具體的想法跟理念 - 這是我跟您報告的 - 那所以您覺得 - 您不覺得台灣真正的問題 - 是出在這個所謂的民主上嗎 - 這個民主不是說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民主 - 而是政黨互相推偉責任 - 政府把責任推給民眾 - 然後民眾再寄希望於下一屆政府 - 覺得換一屆政府就能解決一切問題 - 所以這個問題難道不出 - 並出現在這個民主上面嗎 - 這個我們可以理性探討一下 - 就是說當前這樣的民主選舉制度 - 到底對未來的發展 - 台灣未來發展是好還是壞 - 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到底是好還是壞 - 我覺得這個可以經過理性的討論 - 但是現在這個制度就是這樣子 - 我們這是怎麼講 - 是很殘忍的 - 當你選舉輸了之後 - 你就下台 - 你就像我一樣 - 我連工作都沒有了 - 我們必須尊重人民的選擇 - 所以又推給人民的選擇了嗎 - 這個是事實 - 我覺得台灣這樣的真的問題很大呀 - 我記得我在海基會服務這8年當中 - 我真的幫了好多人的忙啊 - 對台商在大陸遇到問題 - 每年有400多件 - 台胞在大陸遇到的疾難救助 - 包括像出車禍啦 - 被打啦 心臟病等等 - 我每年都幫忙400多件 - 500件 - 你看我8年任內幫了多少人的忙 - 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很有成就感 - 因為我覺得台灣同胞在大陸發生任何問題 - 我們都應該盡全力的協助 - 讓人民能夠安居樂業嘛 - 這是我們的理想 - 可是當民主選舉是我們 - 我們被民進黨打敗了之後 - 我們就必須下台 - 那我失去了這個舞台 - 我也沒有這個條件跟能力 - 在做這方面的事情 - 當然我也很感慨啊 - 我很懷念當年這樣子 - 我能夠做這麼多服務的工作 - 現在我們希望能夠繼續做 - 那我們也希望說 - 我們能夠過去的努力 - 能夠讓人民能夠懷念一下 - 你過去真的做這麼多事情 - 將來還是支持我們 - 我們當然希望這樣子 - 那至於能不能得到全民的支持 - 那國民黨還是要努力 - 這個我們會努力的 - 這個責任在我們自己的身上 - 我們是要深切反省 - 嗯 對 - 那行 - 那這個關於民主的討論就在這裡 - 然後的話 - 我想說一下就是關於我們 - 我們心底嘛 -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嘛 - 我們心底都是不想戰爭的 - 對 - 但是我們現在 - 完全看不到 - 對於國民黨 - 國民黨 - 然後有助於統一 - 有兩岸統一的 - 這樣的一個希望 - 我就是剛才那位 - 共和國智慧也問了 - 就是國民黨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統一時間吧 - 或者是一個大概的時間預期 - 比如說如果要是按照國民黨的 - 就是這樣的一個路線 - 或者按照國民黨現在這樣的一個計劃 - 那麼是2030年能統一 - 2040年能統一 - 還是2050年左右能統一 - 如果要是按照你們所說的 - 尊重台灣老百姓的意見 - 那麼在台灣現在這樣 - 被媒體和政府進行的政治操作的影響下 - 難道台灣百姓不同意的話 - 那國民黨也永遠不會統一嗎 - 兩岸就永遠不會統一嗎 - 我想過去國民黨做了一些努力 - 這我剛剛也報告過了 - 我們推動兩岸的交流 - 推動簽署協議 - 推動經濟的融合 - 人民的往來 - 推動文化的交流合作等等 - 這些都是為將來如果真的需要統一的時候 - 做一些準備了 - 那我想這個問題 - 現在國民黨是在野黨 - 我現在也沒辦法真的回答您說 - 哪一年會統一 - 非我們能力所能夠回答 - 這個問題倒不如 - 其實你也可以問問看大陸的相關官員 - 他們有沒有統一的時間表 - 是不是將來有提供什麼優惠的條件 - 讓台灣人民能夠選擇統一的一個環境等等 - 我覺得也可以問看大陸 - 也可以問看大陸 - 我說就是大陸對於台灣這些年的會談措施 - 可真的一點都不少了 - 我個人覺得 - 我們很感謝啊 - 對啊 - 就是說我不知道 - 那請您大概說一下 - 那如果台灣想統一的話 - 大陸需要付出什麼 - 這個我跟大陸有時候聊天的時候 - 大陸朋友聊天的時候我有跟他們講 - 我說我們的理想狀態就像歐盟一樣 - 你先經濟上的融合 - 那這個水到渠成 - 我們再來談其他的問題 - 那經濟上融合 - 第一個大陸可不可以把台灣 - 所有出口產品的關稅都免了呢 - 另外就是大陸現在跟東南亞國協 - 簽了東協加5 - 那我看到數字是90%以上的出口 - 東協十國出口的產品到大陸去是零關稅 - 那有關稅的大概百分之零點幾 - 就非常低 - 可是台灣現在出口的產品都是高關稅 - 如果說大陸覺得說台灣是自己人 - 是自己的地方 - 那是不是出口產品通通都零關稅呢 - 這第一個 - 第二個如果我們大陸說台灣同胞 - 是自己的同胞 - 那是不是台灣同胞到大陸去 - 可以申請像護照身份證等等 - 有沒有這樣子懂等待遇呢 - 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- 我覺得我們台灣同胞會做一個明確的選擇 - 如果大陸提供了優惠 - 這很好 - 真的覺得說好像回到大陸的懷抱 - 是對台灣人民有利的 - 我相信台灣人民會做一些選擇的 - 那這一方面 - 大陸恐怕也要多聽聽台灣的名義 - 它的心聲是什麼 - 然後能做出最有利於台灣人民的選擇這樣子 - 我覺得就是關於兩岸聯邦 - 或者說聯盟這樣的一個 - 我覺得就是台灣有點太把自己 - 我不是說您 - 我不是說台灣政府有點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吧 - 大陸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強的國家 - 經濟也好 - 然後軍事也好 - 然後台灣是一個可能排到二三十 - 或者這樣的一個國家 - 像歐盟 - 你所說的歐盟 - 他們都是持得利幾乎對等的國家 - 可能大差不差的 - 可能國力差個兩三倍就可以了 - 但是台灣和大陸現在差的是三四十倍 - 二三十倍 - 那麼比如說如果美國和波多利克同一的話 - 那麼美國會去照顧波多利克的意見嗎 - 那麼如果要是不會的話 - 那麼為什麼台灣可以要求和那個大陸進行一個 - 這樣的聯盟呢 - 我想台灣人民應該有自己表達自己意見的一個權利 - 那你大陸聽了之後 - 那你要考慮啊 - 你覺得可以接受 - 那你可以用這個 - 就是我講和平的方式來 - 提供更多的優惠政策 - 讓台灣人民自己願意跟你統一嘛 - 那如果沒有的話 - 那我們有自己的選擇啊 - 對不對 - 那第二個就是說 - 您講大陸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- 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- 那我也可以跟您報告啊 - 我們台商從1980年後期 - 1987年開放了 - 開放人民負責探金之後 - 我們台商就很多都到大陸的投資 - 我也跟您報告 - 目前在大陸有10萬條以上的生產線 - 是台商在做的 - 所以我在台灣接待過很多外國的朋友啊 - 當時我在海經會當處長的時候 - 我就跟他報告說 - 大家都知道這個大陸是世界工廠 - 可是在世界工廠誰在經營啊 - 這個台商是重要的經營人之一啊 - 所以我覺得這個兩岸的經濟是互利共融的 - 是相互合作是最有利的 - 不是誰大誰小的問題啊 - 不是誰大誰小的問題 - 如果大陸一再說自己大 - 然後我們小 - 然後好像我們就要什麼讓步什麼的 - 那我覺得這樣子統一就比較困難 - 要相互理解 - 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 - 我覺得這個才為未來大家的相處 - 有一些條件 有一些基礎在 - 相互尊重真的很重要 相互尊重 - 所以一談 - 我記得今天這一次大陸的外交部講 - 說美國來談判 - 說如果美國給的是恩惠 - 是壓力 是靠實力 - 那他就不要了 - 相對的我用同樣的話 - 如果你是台灣人 - 如果大陸跟你講同樣的話 - 我們實力原則你要不要談 - 對不對 - 我跟你的是恩惠 - 你要不要談 - 我跟你的是施捨 - 你要不要談 - 你站在台灣同胞裡頭 - 他怎麼會接受嗎 - 怎麼會接受 - 但是台灣和大陸不是兩個國家吧 - 不是兩個國家 - 但是我是說尊重的心一定要有 - 相互尊重的心 相互體諒 - 所以我常常跟大陸官員講 - 我們換位思考一下 - 如果今天你是台灣人 - 你是台灣同胞 - 那你面對大陸這樣子 - 給你的壓力或是等等 - 那你會怎麼辦嗎 - 大家換位思考一下 - 台灣定沒有接受啊 - 台灣定沒有領我們的好意 - 我們都領了 - 這個22條農林幾條 - 我們都覺得是很好啊 - 這個對兩岸的經濟融合都是有幫助的 - 請問從92年開始 - 我們根據92共識 - 然後簽署了各種各樣的互惠互利的這樣的條例 - 但是到現在為止馬上30年了 - 請問兩岸的就是 - 或者說台灣民眾的統一意向是更多了呢 - 還是更少了呢 - 這個你有看過調查嗎 - 我看過不少就是台灣自己的所謂的那些民調 - 我沒有看出任何台灣民眾的就是想統一的意向 - 增高了 - 反而是越來越低了 - 你有沒有思考一下 - 為什麼台灣民意會走向這樣的地步呢 - 為什麼呢 - 大陸同胞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台灣人會這樣想 - 大陸有干涉過台灣的種植嗎 - 不是 我說換位思考一下 - 如果你是台灣人同胞 - 你會怎麼想呢 - 我會覺得是台灣的政府以及媒體進行了操作 - 導致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根本就不想統一 - 民意很難操作的 - 你講的民意操作當然是有一些民意公司是有被影響 - 但是台灣有很多獨立的民意調公司 - 甚至過去還有美國蓋洛普公司在這邊成立的公司 - 那個都是獨立客觀公正的民調機構 - 調查出來的民意結果 - 那個都是可信的 - 都是可以被信賴的 - 所以有時候這樣民意的調結果 - 我覺得大陸同胞要多多了解 - 說台灣人為什麼這樣想 - 那如果你們換位思考一下 - 我相信大家未來的關係發展就會比較融洽 - 會比較平盛 - 鄧副主任不好意思 - 我補充一下 - 內內的意思可能是說 - 是因為我們這一段時間 - 政府的慢慢的潛移默化之下 - 導致民意是往這個走向去走 - 大概是這個意思 - 那他不是質疑民調的真假 - 就是說民意 - 當然民意是漸漸的往不同的方向去這樣走 - 事實是這樣 - 那這個原因 - 那內內的意思是 - 就是台灣這邊的政府的 - 的推迫住來 - 這樣 - 這點我剛剛一開始 - 這個傑克兄 - 我們也講 - 這個九二共識被污名化 - 這個也是他們刻意的政治操作 - 所以這個 - 國民黨特別這個 - 強力的出來反駁 - 這個我相信這個 - 你也看到這個馬英九前總統 - 他也出來強烈的反駁 - 我們也希望 - 讓這個真正真實的狀況 - 能夠呈現在台灣民眾的眼前 - 然後讓他們做出正確的判斷 - 不要被某些政治人物 - 或是民意操縱這樣子 - 民意機會操縱 - 內內不好意思時間關心 - 我能說最後一句話嗎 - 可以可以可以 - 你說 - 我說最後一段話 - 就是我們兩岸就是 - 或者是說國民黨 - 應該是想避免兩岸的戰爭吧 - 要當然了 - 如果想避免兩岸的戰爭 - 那麼就不要把所有的一切的問題 - 或者是責任都推給大陸 - 國民黨如果是沒有 - 就是如果什麼都不用負責的話 - 那要國民黨幹嘛 - 這又回到最開始我說的問題了 - 那麼我覺得最後兩岸最終的 - 走向統一的可能 - 那麼只有武力統一 - 只有徹底的消滅台灣的反東政府 - 徹底的消滅買辦集團 - 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統一 - 我說完了 - 好 謝謝 - 你說國民黨 - 國民黨沒有負責 - 我們是負責了 - 我們在2000年選敗了 - 就負責下台了 - 我們在16年 - 在我們大陸人 - 沒有實質 - 沒有實質的進展 - 我們負責下台了 - 好好好好 - 給個面子 - 給個面子 - 給個面子 - 對對 - 我就想 - 這就是我們負責 - 我們選敗了就下台了 - 這難道不是負責任的表現嗎 - 這不是負責 - 這是推卸責任 - 好好好好 - 那謝謝謝謝奶奶 - 謝謝你的call in - 謝謝謝謝奶奶 - 感謝感謝 - 感謝 - 謝謝 - 好 謝謝 - 感謝你 - 那個鄧副主任 - 不好意思啊 - 喘口氣 - 我自己 - 我知道 - 因為我知道 - 我們大陸同胞 - 他有他的立場跟想法 - 他們這個 - 其實我到大陸去 - 我可以了解 - 大陸現在是 - 共產黨這個長期執政嘛 - 對不對 - 所以他跟台灣的這個制度不一樣 - 他們總覺得國民黨 - 應該跟共產黨一樣 - 對歷史負責 - 對要有一個責任什麼的 - 問題是 - 雙方的制度不一樣 - 沒有關係 - 這個就是溝通嘛 - 你跟那個 - 要溝通 - 跟那個直接溝通 - 當我們下台了之後 - 你說 - 你說我們能負什麼責嗎 - 對不對 - 我們小負責 - 我們真的小負責 - 問題是我們沒有條件 - 沒有公權力 - 我們沒辦法 - 好 - 對